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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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青年布吉记事 今集想讲讲泰国的娱乐文化 泰国的festival 夜市文化 我主要想讲的就是 刚刚的宋卡 一些bitch festival 我看到布吉他们的做法 做得很有声有色 这些soul卡的festival central的表演 三日两夜的布水节 他们都吸入了很大群的旅客 这个carta的bitch festival 也吸引了很多游客 接着令我有趣地发现得到 他们这些三日两夜 有音乐表演 有夜市 有野食的活动 好像跟我们香港的做法有点不一样 我印象记得 当年沙士之后 香港的旅游发展局 办了一个三日两夜的音乐活动 在天马南 请进了很多国际明星 由政府带头 补贴了很多钱 去搞这个活动 希望吸引游客 进来香港玩 好了 至于我看到刚才 曼谷的这些festival 令我看到的就是 他们有请音乐单位 全部是泰国人 很熟悉的音乐单位 但是你发觉 三日两夜这些活动也好 他们这些泰国乐队 他们基本上 例如一个回合 玩三十分钟四五分钟 里面 绝大部分是不会唱英文歌 翻唱一些外国歌手的歌 主要都是唱他们泰国的歌 甚至他们乐队本身自己的作品 于是我就觉得很有趣 作为这些外国人 鬼佬也好 国语人也好 其实是完全在听泰文歌 所以整个氛围 你都是在感受泰国的音乐文化 他又不是会把你 去做很多 外国音乐歌给你听 可能偶然会在压锁的时候 会玩一首外国歌 Rihanna也好 Captalas Red也好 去余奔一下 但是此外 其实他们全部都玩泰国歌 直到很深夜 打碟的时间 才是叫做 洋泰混合一起去跳舞 去做一个娱乐 同样地 食品也是 我去这些节目 其实我发觉他们 不会刻意去遷就外国人 而做一些意大利美食 或者美国美食 他们都做一些泰国人口味的美食 即是说 在当口里面 要找牛肉汉母包 可能比例已经是非常之少 可能20档有一档 你会遇到 但是其他19档 都是一些泰国人口味的食物 泰国的饮品 令我留意到 似乎 他们旅游的心理 就是你们来feel 泰国文化 你们来feel 泰国的饮食 你们来feel 泰国的音乐 但是未必会扭转去遷就回 比利时 以色列 清真 这些菜式 印度 的菜式 这里偶然也会有 但是相对的数量 是比较少的 今次分享到这里为止 下次想到题 再说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